那么没有觉悟 你要是得罪他就更可怕了 为什么呢 他会报复 你跟人就有了过激 借下冤仇 冤冤相报 没完没了 生生世世都搞不清 这个是最可怜的 最可悲的 最愚痴的事情 佛在经常常常讲 可怜民者 无故于世 那我们今天学佛 学了这么多年 稍稍总算是明白觉悟一点了 这觉悟之后 我自己走哪一条路 这一生当中 决定不得罪一个人 别人 毁谤我 无辱我 陷害我 我欢喜接受 为什么呢 过去我曾经这样对他 今天他这样对我了 那时候报过来 报过来我接受了 我没有成会心 我没有报复心 我们的账就接掉了 一笔一笔一笔接掉了 这个欢喜一身轻松自在 如果有一点点心里还不服 还有一点晨晦 还有一点想报复 那就不得了了 为什么呢 我这个冤头 这个账不但没有结 又加身了 来世怎么办 念佛不能往生 为什么不能往生 冤家寨主托着你 你走不了啊 业障消除才能往生 业障不消除的时候 阿弥陀佛拉不动你 你底下这个冤业太重太多了 这是我们必须要晓得的 在这个地方读到这两句 生死疲劳从贪欲起 我们要晓得 你真的要觉知 比觉悟还要升一层 绝对不给人做冤筹 决定接受别人的侮辱陷害 乃至于杀身我们都接受 我说我的身被你杀掉了 我的灵魂往生极乐世界了 我还感激你 你早一天送我往生 一丝毫冤恨不能有 一丝毫报复不能有 学佛完全从自己身心上 加功夫 与外面境界毫不相关 后面两句 少欲无为 身心自在 这是佛教导我们 现前应该怎样做法 换一句话是 我们应该怎么样生活 怎样过日子 怎样厨师待人解物 佛教我们这八个字 少欲无为 身心自在 欲既然不能断 但是尽量地把它减少 世尊当年在世 为我们做出最好的榜样 他过的 用我们现在人的说法呢 就是最低的物质生活水平 印度那个地方是热带 所以他的衣物不需要很多 三衣一波它就够了 那么在印度这是最低生活的水平 佛法传到中国之后 中国在印度的摆放 有四季 所以这个三衣不能够保暖 所以到中国来之后 佛法完全就变成中国化了 这个是佛法了不起的 一种措施 跟佛在经上所说的 诸佛菩萨 视线在世间 没有一定的身心 应一什么身得度 他就现什么身 他没有执着 应该给众生说什么法 他就说什么法 所以没有定法可说 没有一定的这个形状 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啊 所以佛法确确确实实是高度智慧 通拳打遍 所以他在设法界 常通无阻啊 没有障碍 这边有障碍那边去了 他没有障碍 他不固执 我们看看 有不少宗教传到中国 但是总没有佛教 跟中国人 中国文化相处的那么融洽 就变成一家人一样了 什么原因呢 他们之主 我记得我在小时候 念初中的时候 那个时候学英语 上补习班 这个补习班的老师 是一个牧师 是个基督教徒 很感慨的 跟我们学圣说 基督教传到中国一百年了 一百多年了 在全中国 中国人多 在那个时候 差不多将近有五亿多人了 抗战刚刚胜利的时候 我们抗战期间 常常念的是四万万五千万的 大概抗战胜利的时候 有五亿多人了 他说中国信仰基督教 才一百万人 我们说的不好意思 说出口 就好像是不能接受他们的 为什么佛教 跟中国人变成一家人呢 这个里头有个道理 佛教通权打变 那么基督教 他是没守成规 而中国人不能接受了 你看看 他一定要建这西方式的教堂 我们中国一看到 那个教堂的形式 那外国文化 就不愿意进去了 那佛教到中国来了 建中国宫殿式的 一看 这是我们皇帝住的地方 赶快进去参观一下 去牧拜一下 所以这个不相同 那么我们现在到这个年代 学佛的人逐渐逐渐把经教 疏忽 不重视研究经教 所以中国这些法师到外国红阀 建道场也建宫殿式的 这就错了 这大概在四十年前 我在台湾还没有离开台湾过 有一些出家的朋友到外国去哄法 我就劝他 我说你们到外国 不要建寺庙 他问我 那建什么呢 建祠堂 我劝他们建祠堂 提倡孝道 佛道是私道 私道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 你没有孝 哪来的老师 我是常常劝的 但是真听我的人 没有 一个都没有 到外国去还是建寺庙 寺庙还是建中国形式的 所以 这个度化众生的对象呢 是华侨 一个美国人也没进来 注意想想看 如果在2000年前 佛教传到中国来的时候 那些印度的高僧 建的道场 都是印度式的寺庙 都是印度式的寺庙